俄乌能比喻成终日 哈尔科夫都是俄语城市 你能想象上海人一张嘴 扣尼基瓦 如果俄乌从民族血缘 文化历史起源来讲 就是同一个民族德人 好比广州人和贵阳人 北方汉人和南方汉人 2014年美丹非法广场暴乱 导致这场动乱的后果是 乌克兰货币格里夫纳对美元贬值近四倍 数万人死亡 踩着乌克兰百姓的鲜血 非法篡权的那些美国加拿大 等外国国际德犹太人 波兰人 格鲁吉亚人 包括演员在内的家伙 他们才更像是侵入乌克兰 窃聚乌克兰 要给乌克兰带来毁灭的侵略者 外族人外人 他们现在的对待乌克兰人民的所作所为 也和当年日本侵略者相差无几 非要比喻成抗日实际上也行 但是美克兰伪军才是那个日 他们在外网上 对俘虏和民众的暴行 这些新时代 新时代钢村宁刺 古兽夫德兽刑 连百年前的老古兽夫 老钢村宁刺看了 都要甘拜下风 就是因为美国 联合国得包庇和歪曲事实 才继续盯着受害者的头衔 在那里刷新人类丑恶的下线 窝寇残害我妇女儿童 我们却收养日本遗孤 美克兰不但公开说 要尽所能让所有俄民族儿童 死于非命 而且 是真得这么做了 八年里东乌人民和布良斯克 边境的民众已经感受到了 而俄军却给乌克兰的儿童和妇女 提供食物和避难所 那么 谁比喻成这个日更恰当呢 避难所 避难所 救揪